同学们好,我们看第八章负债的题目 那第一节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应付票与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应交税费 应付鼓励其他应付款 那我们看单选第一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下列各项税费中 应当记住资产成本的事 说哪个往资产成本里面记 A呢,取得原材料时支付的增值税进向税格 那这个是作为进向税格抵扣 不能往成本里面记 B 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车辆交纳的车传税 那车传税呢,把它记录到税金级付加 也不会把它记录到资产成本中 C呢,进口商品交纳的关税 那关税啊,都要记录取得货物的成本中 这个没问题 D呢,作为办公用房的固定资产 交纳的房产税 那也是寄到税金级付加 所以这个C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单选题的四 那这是收回委托加工 应税消费品 入账价值的计算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1年1月1号 甲公司发出一批实际成本 为120万元的原材料 那这个呢,肯定会构成 收回委托加工公司的实际成本 而委托以公司加工应税消费品 收回后用于继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那这种情况 受托方代收代交的消费费 你就不能进成本 要反映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费的借方 去抵扣 21年5月30日 甲公司收回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 并验收入库 那甲公司根据乙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向乙公司支付加工费 那加工费肯定要记住 收回委托加工资成本中的 增值税呢0.78万 加工费6万要进成本 增值税是同样作为迹象税额抵扣 不会记住成本中 令支付消费税14万 也不用往成本里面记 因为这是处于继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 那甲定呢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收回该批应税消费品的助长价值 那最后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第100正确的 126 看多选题的第一个 下列各项中 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有 A 将以单独确认进行税额的构建货物 用于投资 那应代机应交税平交增值税消费税额 这个科目 你有进行税构建的货物 我们要用于投资认为是对外销售 那对外销售呢 当然就要确认增值税的消费税税额 所以是对的 我们再看B 对于当期直接减免的增值税 应记住呢 其他收益的科目 那就是借方应交税平交增值税减免税款 代方其他收益 这也是对的 再看C 以单独确认进行税额的构建货物 因管理不善发生非正常损失 应代机应交税平交增值 所以进行税额转出科目 那也是要把它转出 你管理不善造成的非正常损失要转出 但如果是天灾云云造成的这一部分 不用往处转 D 企业管理部门 领用本企业生产的产品 应代机应交税平交增值税 消费税税额可 领用产品呢 并不能确认收入 毕竟产品没有离开核算的主体 所以这个不能代机 应交税平交增值税税税额的 那我们正确的是ABC 再看一下多选题的第三个 下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各种税费 通过税金机附加科目核算的有 那价内税呗 我们要把它反映到税金机附加 A呢消费税 这个肯定是有的 反映到税金机附加 它是价内的 土地使用税也是税金机附加 车程师友们刚才见到 反映到税金机附加 D呢耕地占用税 那这个直接要记住到成本里面去 反映到在地工程 它不通过税金机附加科目核算 正确的是ABC 那我们看多选题的四 企业委托加工一批非基因首饰应税消费品 委托方收回后已不高于受托方的寄税价格出售 那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中应当记入收回物资加工成本的有 那不高于受托方的寄税价格出售的 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就进成本 那以后把这个应税消费品卖掉时不再征税了 但如果是高于受托方寄税价格 它的处理方式跟继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就一样了 你先要把它反映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的借方 那你等到卖掉时呢 还要重新的确定应该交多少 那差额部分还是要交的 那现在我们看A 委托加工耗用原材料的实际成本 那这个当然要把它记住收回委托加工物资成本中 B呢收回委托加工物资时支付的运杂费 那只要有委托方来进行负担的 支付的这部分运杂费 肯定是要把它记住到成本中的 要算进去 我们再看C 支付给受托方尤其代收代交的消费税 我刚刚说了 因为是以不高于受托方寄税价格 所以受托方代收代交消费税呢 就是往成本里面寄 D呢支付的加工费 也是要把它记住到成本中 所以这ABCD是正确的 第二节是非流动负债 内容涉及长期借款公司债券 还有长期应付款 我们主要关注的应该是公司债券 这块的核算的内容 好我们看一下单选题第五个 甲公司21年1月1日 按面值发行分期复期到期还本的公司债券 100万张 令支付发行手续费是20万 那该债券每张面值是100元 期限为5年 票面年利率为4% 实际年利率5% 每年12月31日支付当年度的利息 下列会计处理中正确的事 我们看A 发行公司债券时支付的手续费 直接记入财务费用 那这个不行 发行债券的发行费用 要记入到负债的处置确认金额 那这个实际上是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里规范的 你像金融负债 我们是只有把它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体系变动 记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发生的直接相关费用即当期损益 剩下的都要记入到它的处置确认金额 这就不是财务费用 那我们再看B应付债券的处置确认金额 9980 那这个说的是按照面值进行发行的 100万张每张100 那是一个亿 那发行费用呢 会减少到 会减少它的处置确认金额 一个亿呢 再减低20万 所以 应付债券处置确认金额9980是对的 那我们再看21年 应确认的利息费用400 我们利息费用啊 这个情况下呢 肯定 并不等于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我们看这里面面值 一个亿票面利率4%是400万 那是属于应该支付的利息 利息费用是要用期出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那这个题目 我们看到21年1月1号的贪余成本 是9980 你9980乘以实际利率来进行计算 所以它呢 并不属于400 D呢 发行公司债券案面值总的确认为负债 那不是 我们确认负债的处置确认金额 还要把支付的手续费给扣了 所以这题目B是正确的 再看单选题的8 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资本攻击股本一价的计算 甲公司19年1月1日 发行是1000万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份面值100元 每份发行价格是100.5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两年后 每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以转换四股 甲公司普通股 每股面值一元 那甲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确认的负债成分出使计量金额 为100.150万元 20年12月31日 与该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负债的账面价值为 100.050万元 那21年1月2号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 全部转换为甲公司股份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甲公司 因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换 应确认的资本攻击 股本一价是多少 那么这个数字 我们知道要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了 那你借方所反映的 是转换债券的账面价值 还有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是权益成分的公允 那是借方反映的 你转换成股票了 贷方贷股本 然后差额就资本公寓股本一价 因此 我们就应该是 转换时 那这一部分债券的账面价值 100 050 要加上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值 权益成分的公允价值 那我们看到 发行权益成分的公允价值 发行收款 大于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吧 那就是发行的时候 权益成分的公允价值 你想 你想现在 每份发行是100.5 一共呢 我们发行的是1000万份 这就发行收款 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处是寄疗基额 已经给了 100 150 那这样就是 1000 乘以100.5 减据 100 150 它就是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形成的 权益成分的公允价值吗 然后 转换日负债的账面价值 100.050 这个加起来 扣掉股本 那股本说了 我们买一份债券 转的是四股 每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以转四股 所以转换的股本数 1000乘以4 差额吗 那就是 资本公积股本一家的数 96 400 所以选项A是正确的 再看多选题的第六个 下列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表述 A 可转换公司债券属于金融负债 那这个不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里面有权益成分 有负债成分 所以它并不是属于 纯的金融负债 属于负荷金融工具 那再看 B 发行时发生的交易费用应当记录当期损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交易费用 是在负债成分权益成分 按照供应价值比例去分摊 分别都是充减的概念 负债成分呢 相当于充减负债处置确实机构 那权益成分充减其他权益工具的机构 所以这也不对 C 付有赎回选择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在赎回日若需支付利息补偿金 应在债券发行日至约定赎回 借满日期间计题 那这是对的 那利息要进行计题在这期间 D呢 是可转换公司债券属于负荷金融工具 在初始确认时 需将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进行分拆 它也是对的 所以这个呢 C和D是正确的 我们看多选题的第七个 下列关于一般公司债券发行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债券面值与实际收到的款项之间的差过 应计入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那这个呢 一般公司债券 你发行的时候实际收到的款项 和面值之间的差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所以它并不是反映到应付债券应计利息里 然后呢 再看B 溢价或折价摊销 是债券发行企业 在债券存余期内对利息费用的一种调整 这个没问题 我们会看到真正的利息费用 最终没有体现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的 最终调整成的是期初摊息成本乘以实际利率的 所以这是摊销数吗 是对利息费用的调整 对了 C呢 溢价 是企业以后 各期多付利息而事先得到的补偿 因为以后按票面利率多付利息啊 因为本身什么情况下产生溢价 票面利率大于市场利率 那你按票面利率负利息以后多付 那现在就要多收钱吗 所以也是对的 以后 各期多付利息事先得到的补偿 我们再看折价 D 折价是企业以后各期 少付利息而预先给投资者的补偿 这也是没问题 因为折价是票面利率 要小于市场利率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属于折价那么发行 以后付利息 是按票面利率少付了 那你给投资者补偿呗 所以这也是对BCD正确 那接下来我们看多选题的第九个 假公司二十一年发生的部分交易 事项如下 二十一年七月一日 假公司发行五年期可转换公司债券 是一百万份 每分面值一百元 票面年利率百分之五 利息在每年六月三十日支付 那第一次支付是在二十年六月三十号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 在期满时按每分债券的面值 换五股股票的比例 将债券转换为假公司普通股股票 那每分一百元 他说呢每张面值换五股 那就是一张换五股股票 一共是一百万份 那实际上换的股票五百万股 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 假公司如果发行同样期限的不付 转换权的公司债券 市场年利率百分之八 我们算负债长算公益价值 就是按照这个市场率来算 那其他条件 利率百分之五七数五七 年金限制系数 利率百分之八七数五七 年金限制系数都给了 那利率百分之五七数五七的 负利限制系数 利率百分之八七数五七的 负利限制系数也都给了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下列会计处理中正确的有 那这是一个可转换公司债券核算 我们这一张呢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核算是最重要的 考试的时候有时客观题 那有时大提 像去年也都设计 有时大提呢 可能再跟美股收益内容结合 因为涉及到有转换呢 所以会涉及到 像算西市美股收益时 与他有一定的关系 那给的选项 A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 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 为8802.35万元 B呢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 权益成分的供应价值 为1197.65万元 C 21年 应确认的利息费用 为352.09万元 D呢 可转换公司债券负债成分 在21年12月31日 的账面价值呢 是8904.44万元 那这些我们得通过计算 才能够知道的 我们先看一下 可转换公司债券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 那这种情况啊 我们就要算限值 算限值 当然用的利率呢 是市场利率来进行折现的 所以要选8%的 也就说利率 是 875%的年级限制系数 利率875%的负率限制系数来计算 所以负率限制系数呢 一个亿乘以0.6806 那年级限制系数 我们每一期的利息呀 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那一个亿乘以5% 一个亿就是100万份乘以 每份面值100块钱嘛 那是一个亿 然后要乘以利率875%的年级限制系数 所以等于8802.35万元 选项A就是正确的 那可转换公司债券 全益成分的供应价值 发行收款按面值发行收到的 所以这是一个亿 减去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 8802.35 这是负债成分的供应 你算出来的是1197.65 那币也正确了 这是全益成分的供应价值 21年应确认的利息费用 用负债成分 它的期初的贪余成本 8802.35 要乘以8% 要乘以实际利率 然后我们发行的是7月1号 到年底呢只是半年的时间 再乘以十二分之六 所以等于352.09 选项C正确 那甲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负债成分 在21年12月31日的账面价值 7月1号的时候是8802.35 然后既提利息 那应该加上352.09 那之后 减去负的利息 应该负的利息 那是100乘以100 这是面值 乘以5% 也是半年的时间 乘以十二分之六 把半年的应该负的利息扣了 所以最后呢 是8904.44 那D也正确 那这个题目呢 就是ABCD都是正确 好 这条题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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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